台北地院在今年一月裁定 由南方单独行使女儿的侵权 全案人可抗告 不过因为南方先前申请暂时处分 法官裁定本案确定之前 南方可以带女童到意大利同住 定在三月十四号交付子女 而目前占性女子已经提起抗告 而八岁的小女童则是写了亲笔信 向蔡总统和法官陈晴 表示她想留在台湾 淡黄色信纸上八岁女童写下 小英总统法官叔叔阿姨您好 我今年八岁在台湾出生长大 三月十四号我会被爸爸带走 但是我想要留在台湾 跟妈妈阿公阿嬷一起生活 女童说这里是她熟悉的地方 如果被带离开心会碎掉 这起台义跨海争女案 台北地院家事法庭在今年1月6号已裁定 由父亲单独行使八岁女童侵权 这让真性女子不能接受 一直协助真性女子法律咨询的明代转述 两兆跨海争侵权以来 女子和小孩一直生活在不安当中 占性女子过去母女曾被负伤 反锁在门外还被泼水泼厘清 但男方则指控 占性女子把小孩带走 让她无法联系 对于这场争侵权大战 律师分析女方必须要举证 男方有不适合抚养小孩的具体试证 才有可能抗告成功 律师表示 虽然八岁女孩写信表达意愿 但争取侵权的母亲仍然必须举证 男方确实不适合抚养小孩 不过以往执行交父子女案例 在现场都会考量 孩童意愿和心理状况 不会真的强制执行 若孩童和妈妈无法分离 就会择日再执行 记者综合报道